我们继续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这是我们游戏的第二阶段 昨晚我打一个信息给Travel 我忘记叫你今晚要分享 你先分享过后我才分享 我们没有谈论到任何东西 我也要从他分享的继续 因为他讲关系到你心里的状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神要我们回到他的旨意 他的目的和他的计划 然后我们心里的状态来 回到他起初给我们的这个旨意 是很重要的 因为神的计划和旨意 和这个目的 其实是神的旨意 我们每次谈到神的旨意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神的旨意有包括他的计划和他的目标 全部是专在一起 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把他的生命 催信他们 在他的生命里面 就是他的计划 他的目的 还有他的旨意 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 亚当选择做他的事情 现在亚当选择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他说我有我自己的句话 我有的旨意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被效法在这世界 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决定 因为我们自己选择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决定 然后我们自己就偏离我们自己 雅各说 你是借着你自己的心愿 被影响到的 你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愿 被诱惑的 如果你不喜欢榴莲的话 你不能够去诱惑那个人 他们一闻到那个味道 他们就晕倒了 可是那些喜欢榴莲的 他们闻到那味道 他们就会去找 因为我们是借着 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被吸引到 所以神的旨意只有一个 神的旨意只有一个 他的旨意就是善良的 群权的和喜悦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生命 那也就是神的生命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选择 我们到底要怎样的生命 如果我们要神的生命 那么我们要选择属于神的 所以第一节他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 将圣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以前的人他们怎样把他们的献祭给神呢 在哪里呢 以前的人他们是去到哪里来献上他们的献祭呢 是在圣殿吗 他们有把他们的活祭带到圣殿给神吗 他们有把他们的敬拜带到圣殿中吗 那么圣殿是来做什么呢 这个圣殿是为了什么 他们要把他们的活祭所有东西 带到这个祭祀前面 献上给神对吗 是从那边他们遇见神 所有他们要带来给神的 他们要借着这个祭司来到 因为这个是他们在旷野所选择的 他们告诉摩西说 我不要让神 直接的对我们说话 因为神对我们来讲太伟大了 可是摩西 我们跟你说话 你对着神说话 当神对着你说话 你来跟我们说 当神对着你说话 你来跟我们说 也就是你神所喜悦 也是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今天那个地方叫做教会 因为每次当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 什么地方是第一个地方我们被教去的呢 那也就是教会 对吗 那个是我们被邀请去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 我们说我们如果来到教会 我们就知道要怎样敬拜神 这个教会的生命 也就是神的生命 因为神在建立什么呢 神在建立教会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他说我会建造我的教会 这个阴间的势力不能够战胜 所以神要我们在一个地方 祂在建造的地方 除非神建造祂的家 要不然我们空虚的建造 所以教会给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关系到神只有一个生命 也就是神的生命 这个教会的生命是跟神的生命有连接的 是神的一部分 教会就是这个耶稣的新娘 也就是祂的一部分 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也就是神的生命 当我们讲关系到教会 也就是神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属世的生命 还有一个教会的生命 我们没有一个家庭的生命 然后还有一个教会的生命 可是所有的东西 一定是只有在这个神的生命中 这个生命不是被分开的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去分开我们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活在这个自我的生命 神其实在面对的这个比赛是跟我们 而不是这个魔鬼 是跟我们的自我 因为很多东西都关系到我们自己的 因为这就是这个魔鬼的这个本性 因为以赛亚书十四 这样他讲关系到这个卢西弗要怎样跌倒 是因为他自己 他说我要提升我自己 我要像神那样 所有关系到他自己 所以那个也是这个魔鬼给人看到的 说你要通向这个自我去 所以如果我们听着这样子的声音 那么我们就会踏入这个自我的生命 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属世的生命 或者是个教会的生命 你是否就是在这个世上 要不然就是没有在这个世上 可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教会成为重要的 对我们来讲 教会只是一个宗教性的地方 说今天我到了 只是跟神说 主啊今天我来到你的家 可是如果我们不一样的来看待教会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 教会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地方 因为教会就是这个神国度的这个表现 因为他说我会建造我的教会 这个阴间的势力将不能够战胜 如果我们是跟这个教会有连接的 我们跟教会的生命有连接 我们也跟他在建造的有连接 当我们跟神建造的东西有连接 圣经说要在照着这个磐石上 我会建立我的教会 要在这个磐石上 马太福音第七章 他讲到那些听到这些话语的 然后去建造的 去行出来的 就好像建造他们的 在这个磐石上 所以如果神在建造他的家 在这个磐石上 神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 如果我们也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 那阴间的势力不能够战胜 雨会来 洪水会到 风会吹 可是那个家将会站立 因为我们是跟神一起合作建造的 所以在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 世上的这个经济状况 不能够影响到你 因为你在建造的是 跟耶稣建造的 同样的在一个磐石上 所以这个教会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主世生命 不能够有两回事 我们的四月跟着教会的生命 不是分别 不是两回事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工作 不能够跟教会被分离 因为是从这里 我们才开始出去 是从我们领受的话语 当我们接着我们所领受的话语 去建造这些 我们的职业 这些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建造的这些四月 就是在表达出神的国度 你们看得到吗 那就是神在建造的教会 我不是讲关系到普通的教会 我不是讲到教会的这一个 我在讲关系到神在建造的教会 因为他说我会建造我的教会 然后这阴间的世界不能够战胜 你们有几个可以动的 这个门 那个门只能够开关 不能够向前 不能够向后 这个阴间的势力就讲 这个阴间的这个门 阴间的这个门不能够向前 阴间的门不能够来到你的站 你的领域 因为这个阴间的势力 有自己的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阴间的势力 不能够战胜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会战胜他的这个领域 因为你在推这个门 你在推进 你更倾尽他的这个领域来战胜 那就是神在建造的 所以如果你借着神 跟他合作来建造的时候 你的生意也会向前 你所在做的一切都会向前去 不管什么饥荒来到 不管是死的牛 肉血的牛 我们还是会有牛扒 为什么 因为你是跟神一起合作建造的 你跟他合作 你的家庭不能够失败 你的孩子们也不会失败 因为一切东西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圣经说你要先追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么一切都会被加添给你 因为这就是神在建造的 教会是能够表达出神的国的 他说我会给你这个国的钥匙 所以你在地上困绑的 在天上也会被困绑 所以你释放在地上的 也会在天上被释放 所以不管你在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工作上所做的一切 神会保守着你 因为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失败 他说只要你跟他的生命有连接 我们不会失败 你要失败也不能够 因为有天国的这个保护 这是今天神对着我们说的 只要我们在建造同样神在建造的 只要我们跟着神一起合作建造他的教会 没有东西能够来拦阻你自己在建造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祷告想反 来面对这个魔鬼 以为他来攻击我们 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魔鬼要踏进我们的领域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教会的能力 神在建造的教会 那么你就能够知道你自己其实有多么的刚强 因为你和我是被一个 被一个耶稣付出这个代价的 我们是圣灵的圣殿 我们是神的圣殿 我们是神的教会 耶稣说在我父的家有很多的房 在我父的家有很多的房 在我父的家有很多的层面 我们就是那很多的层面 我们就是那不同的房间 来把这个神的家中完成 如果我们照着他的话 建立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 那么我们就能够调整我们自己 照着他的旨意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挣扎 一直说我不可以去属世界 我要做神的旨意 可是如果我们听到他的话 然后去行出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很自然地建造我们的家 在这个磐石上 我们会知道来行他的旨意 我们就不会挣扎要来行他的旨意 就好像很凄惨 我们不需要来到一个地位 说很通商的 来要献上给他的 进入他的旨意 我们会很喜乐地来对着神说 主我愿意的献上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教会 就好像来表现出这个天国的 除非一个人被重新的重生 他不能够看见神的国 所以当我们被重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神所做的东西 看到神的国 除非一个人是借着这个水和灵被重生的 他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如果我们不喜爱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没有被灵来带领 我们就很不想要去教会 因为我们每次去教会都讲到神的话语 我们讲关系到神的灵 因为这样子我们都不想要去教会 我们不能够进入那个国 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在建造的这个教会里的他的国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分开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把我们做工的生命 还有这个教会的生命分开了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你是那个教会 你是圣灵的圣殿 你是神的圣殿 所以当我们聚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更大的教会 在父家中的不同的房间 在我父的家有很多的房 在我父的家很多房间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我不会这样子如此告诉你 所以不要让你的心担忧 耶稣说你要相信我 刚才我们唱的歌 我相信你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活在那个国度 那么我们就会不一样的看待教会 因为我们近日看到的教会 只是一个人在建造的一个教会 可是不是神在建造的教会 可是我们要叫神来张开我们的眼睛 来看着他所建造的这个教会 我会做我的部分来建造这个教会 我会跟你一起合作来建造这个教会 我会成为那个有智慧的人 来建造这个教会在这个磐石上 接着听你的话语 接着知道你的话语 然后接着你的话语建造 因为神在建造你 神首先要建造你 我很深刻的相信神已经开始这份工作 我们要祈求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 然后建造我的教会 然后建造我的教会 建造我的生命 使到这因果的事 不能够更生 所以我做的事 在我的事业 我的生意也会向前 在我的销售 在我的销售 没有东西可以拦住我向前 因为主这是你在建造的 没有势力的阴间可以战胜 我要你们对着神这样子的说 主啊你建造这个教会 建造我的家 建造我的生命 使到没有东西可以拦住 当这个雨来到 这个洪水来到 风可以吹 可是没有东西可以影响到我的生命 因为我是借着耶稣这个磐石上被建造的 所有东西可以来到 不管阴间 或者是洪水 我还是不会被摇动 因为是你在建造我的生命 天父我们现在祷告 我们现在祷告 来抓紧每个心 抓紧每个思维 使到我们会再借着你的话 以被建造 是照着你的话 我们的生命会有来到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那也就是你的生命 不管是在我们工作上 在家里 在我们的家庭 在教会 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那也就是你的生命 所以主啊 每次当敌人要来到的时候 敌人不能够找到任何东西在我们身里 这个世界的势力来到 他在我们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听你的话 现在你在灵里祷告 我身上要来到 我们家在家里面 要来到 我们明天 要来到 我们在家里面 要来到 自己是 要来到 我们 去 您能量地 控制作用 您能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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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感谢你 这是丰盛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就是认识你 我们永恒的生命就是要跟你建立关系 我们不是等着要死去然后去天堂 我们永恒的生命现在开始 也就是接着认识你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是丰盛的生命 是更丰盛的生命 是超越一个成功的生命 主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拿去你的话语 我们要拿起你的话语 我们说我们要建造 接着你的方式 我们要建造 接着你的样式 你的计划你的旨意 我们现在要进入 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主 只有一个生命 那也就是你的生命 那也就是你七夕 我们不要选择任何的方式 奉耶稣的名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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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be seated We thank you for Pastor Roy And And Trevor There's one more item Please don't leave Another item